本台掌继续带大家四位吃 今集我们来到张华圆林市 看一看地图 我们本来在街上随便逛一逛 谁知无论遇上大雨 我马上找地方逛 本来没打算吃饭 但见到有一样东西我还没吃过 于是这集又变成了几位吃 我再三强调 这是一个旅游节目 Rigun style Cat 看见这里有写着 是什么康明化 有什么都可以 知的 一 hatır都知道 张法康 是名菜 是什么名菜 张法 在这里附近 不用我把这个 好 这是张法 另外一個什麼肉的肉 泡肉湯 台南都是吃一些很風味的 台南去藝術館 藝術館職員很好的人 帶我們去喝清湯 鴨血湯、紅瓜湯 最喜歡好吃的 我就是吃白飯 他吃完那些了 湯是可以自己拿的 先補充一下 這個是麵豉湯 我們當時沒有深究 為什麼會用麵豉湯配這隻飯 反正不用錢 吃肉醋飯的機會可能比較多 因為我們在香港都經常吃肉醋飯 但是這隻礦肉飯又是怎樣呢? 礦肉飯又稱為控肉飯 完全是有邊獨邊的 和肉醋飯的分別就是 肉碎和一坨肉的分別 的確這個礦肉飯很像東坡肉 但是烹調方法不同 抗肉飯呢? 用滷水 所以喜歡吃東坡肉的你呢? 來台灣到要試試這隻風味了 其實這隻肉醋飯 其實這隻肉醋飯 真的跟波肉不同的分別 怎麼咬到肥? 是嗎? 是嗎? 是肥的 還沒咬到 是不膩的 是不膩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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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吃狗醋飯 這些皮 要我一般 都要吃 可樂 這個豬醋 這個豬醋 挺好吃的 這個湯呢 是味噌湯蛋 好像是用豬骨頭 味噌湯 現在喝到先頭 這個豬醋 這些比較厚 對 這個豬醋 當然是用豬骨頭 不用太多 味噌很濃 又不是用豬肉的 那些飲品 有燈糕 現在食物 meanwhile,這麼便宜 不會太熱 一鍋飯 只有這鍋 不夠 雖然呢 我一直覺得台灣和泰國很相似 生活模式 上次尺寸是小小分的 水位差不多 似乎差不多 但不要看,這些部分很小 每次吃完都覺得飽 但飽不完 雖然它的口感很像 雖然我的口味一般,但觀眾見我不斷吃,已經自我慢慢被這碗地方小吃吸引 礦肉飯對當地人來說是一種文化,因為從早午晚到宵夜都可以吃 礦肉飯亦都可以做不同類型的配搭,有人配雞腿,有人配排骨 所以礦肉飯應該是漿化,會發展出很多不同的風格 冬鍋肉,我覺得不是說不好吃,但沒什麼特別 因為我們在香港吃的冬鍋肉,可能醬汁也有很多 這個普通有些味道,加些肉,很適合平民需要 我懷疑這間是貴的,因為我懷疑這間是貴的 因為康那位比較貴,有些大加少許已經賣到 但台灣食物就是這樣,可以一試 沒試過試一下 口味其實從來都沒有標準 我都猜到,我出了影片後,有人來跟我留言 爭論說,其實我飯很好吃,你不會吃 我或者這樣說,可能這間店的味道比較清淡 所以我都很期待來台灣再吃一次 因為我回到酒店找資料之後 才發現原來很多東西可以報道 原來張法人對礦肉飯是非常之重視 2011年的張法控肉飯節 他們更加製作了一碗647公斤的礦肉飯 去打破了建力士世界紀錄 所以下次我再來張法區 我一定會找不同口味的礦肉飯試一下 因為其實我對東波肉的五花肉是非常之喜歡吃的 好的,拜拜